除了韓國瑜的合作之外 最近他有話題很剛好 就是他去那個商店裡活動 他一直用中文膠雜 例如說I Know是成員活動在英華部的這整個 他就叫做金金銀 你會覺得說以後他 但是不要再不講嗎 因為他被人家說好像是 夜間不害曬他的畢業證書 這就是一種流行 隨著人的高興 譬如說我是很低級 因為有很多性質要度 但是不是這個 這個小女生講的是蠻可愛的 可是這個國民黨體育美的 很候選人 在美國人的面前這樣講 其實這一點小女生不那麼可愛 對 讓美國人的笑容 對 讓美國人的笑容 那你的下一輩他們就是爽冠輝嗎 一個首長要認真地做人民 期待他做的事 對於各方面這種評論 都非常的盡情小心 並且如果自己在哪個地方沒有做好 確實一定要接受指教 如果做的事 對得起國家 對得起人民的事 都會一本初衷 很感激重 很穩的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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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薪水輸了30萬 你是怎麼會對有一個數票次數的手腳 弄這樣 把他們弄的是刷光 我用這三個暫時不公平 大家知道 當颱風地震等天災來臨 使國家 大家是要一體頭 來減少災害災損 所以有災害應變中心的設立 不分中央與地方 並且為了方便聯絡 還都直接有視訊 我對於當天已經停班停課的六個縣市 不分難力一一致電 關心 同時請縣市所長 把對同仁們的肯定和鼓勵轉達 同時也藉由視訊 了解各地方的情形 希望中央能夠及時給一方助 這都是行之有年的標準作業程序 各地方所長也都能夠藉由這樣 讓人民看到大家都在崗位上 也更讓人民放心 相信這也是人民的期待 所以我們的作法 只要能夠讓首長 比方中央更快聯繫 同時也因為這樣的作法 讓大家都能夠更相信 並且更認識到自己責任首長 都是好事 那你的善意被他們出去爽冠會 一個首長要認真的做人民期待他做的事 對於各方面這種評論 都非常的盡情小心 並且如果自己在哪個地方沒有做好 確實一定要接受指教 如果做的事對得起國家 對得起人民的事 都不會一般出動 人家出動 人家出動